说到这个明星要获得关注 如果他一直负面话题太多的话呢 好像在这个青少年心中 真的是会有一点点的扣分 比如说像这个Taylor Swift 还有Justin Bieber 他们目前就好像遭遇了 在青少年心中的一个大喜牌 赶紧来看一下 本届美国青少年选择奖上 美国歌手布鲁诺马斯 击败大热人选 加拿大小天王賈斯汀比伯 获得最佳夏日音乐男星奖项 同时他还收获了最佳书上歌手奖 虽然没有到现场领奖 但布鲁诺马斯通过视频传达的获奖